大家好,我今天又要遇到今天讲的故事是《黄金墓地》 社会国有位大臣名叫须达,他家中智富乐善好施,大家都叫他谨孤独长者 须达长者到王舍晨给儿子提心,夜宿护迷长者家 第一次询问佛名,等护迷长者到竹林金社拜佛 听法欢喜得须,我还不 自念社会国外道纵横 发心回国建造金社祁佛化导 社会国的祁佛太子的花园灵犬环抱 即兴亲娘是起见金社的理想之地 须达长者再三商庆愿出重价 祁佛太子戏言,如能以黄金墓地,便当相让 苏达长者当相取黄金墓地,弱大元帝一时将来 太子自恋,佛陀必是大德,能使长者如此情世残暴 于是对徐徐达长者说 原地算你的,树木算成的,我们一起建造金社共养佛陀 这就是奇术及孤独园的原地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